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战略导弹与航天领域 印度就可以说是真的将奇葩进行到底了 但在正式开讲之前 菲菲觉得有必要为大家梳理一下战略导弹的一些小知识 作为能有效打击敌对国家政治经济中心 重要军事 民用目标的武器 战略导弹是一国战略反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通常可携带核弹头 执行核打击任务 在普遍的认知中 射程1000公里是区分战略导弹的基本底线 而在普遍的划分中 射程1000至3000公里被视为中程弹道导弹 3000至8000公里为远程弹道导弹 而射程8000公里以上为洲际弹道导弹 目前 各大国军发展了自己完整的战略导弹体系 以维护国土安全 而在遥远的南亚次大陆上 一个神奇的国度也在做着相同的事情 只是成果却又成为了被广为调侃的对象 这就是印度引以为傲的烈火系列导弹 烈火系列导弹自上世纪80年代的烈火一开始 如今已经发展到了烈火五行 然而和多数印度自主研发的武器一样 烈火系列导弹自始至终都是问题不断 作为弹道导弹 烈火出了名的短腿 就算是最新的烈火五 这射程也就徘徊在了5500公里 虽然按照当年美苏射程超过5000公里 就可被视为洲际导弹的标准 印度自己把烈火五视为了洲际导弹 可即便如此 还是被武长家 那一众射程1万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 默默鄙视了 按照烈火五的基本数据来看 长度17米 重50吨的身材 与美国的民兵三和中国的东风三腰相近 然而这5000多公里的小短腿 以及仅1000公斤的弹头承载能力 让民兵与我大党费颇为尴尬 要知道 作为数据相近的战略导弹 民兵三与东风三腰系列导弹 在搭载相同重量时的射程 均为1万公里以上 这烈火五完全就是在给洲际导弹家族抹黑吗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烈火五拥有如此体重 竟然还是弹体大面积 使用复合材料之后的状况 众所周知 复合材料的轻量化与高强度的特点 使其成为了诸多武器的首选材料 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就已经广泛使用碳纤维材料 来制造洲际导弹的三级可体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导弹本身的重量 以求达到更远的射程 然而不知道印度人在烈火五上广泛使用的复合材料是不是假货 导弹体重感人 而印度或成熟的火箭发动机技术 更是让导弹性能雪上加霜 当然 更重要的是 作为一种喝了恒河水的导弹 短腿不是你的错 但不按套路飞行 就是你的不对了 早年间 烈火二在试射时就在上升阶段 摆了个弹体朝下的瑜伽姿势华丽落地 到了烈火三 导弹也开始玩起了布朗运动 所谓布朗运动是微小粒子的一种运动特性 最大的特点是运动无规则 烈火导弹曾打出去后失控 做无规则运动 被戏称为布朗弹 而无独有偶 印度另外一款俄制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被印方视为比肩战斧的存在 然而陆军在试射中 导弹就进行了布朗运动 最终偏离预定法标几十公里 而比起不靠谱的导弹 印度在航天领域却有着不一样的状态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印度的航天开始了蹒跚起步 由于条件的简陋 当时的火箭零件都是依靠自行车或者牛车 运制发射场总装 1963年 印度发射了第一枚探空火箭 1975年 苏联帮助其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卫星 此后自舰运载火箭 依靠苏联将印度宇航员送入太空 在2008年 2014年 分别完成了月球与火星的探测器发射任务 而今年更是完成了一件104星的记录 此时一贯喜爱大新闻的印度媒体又展了出来 开始宣传印度航天已经力压中国 然而知晓底细的菲菲不厚道地笑了 诚然 印度航天事业发展迅速 但其本身的工业使得一些重要的航天设备无法自行生产 只能买买买 至于那一件104型 由于火箭本身的体型 其搭载多数卫星体型珠奇 并无太多功能 只是平添了许多太空垃圾 而前不久 印度又爆出了登陆火星的计划 菲菲不禁感叹 步子卖太大可不好 而我国在航天领域可以说是一直稳步发展 曾经惨遭封杀的神舟飞船 如今让全世界仰望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后回复神舟 了解背后详情 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 影响着国家的方方面面 奇葩属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印度野心与实力的严重失衡 种种非主流案例证明了国家发展中 仍存在着期待解决的问题 想成为曾经心目中的大国 印度仍然任中到远 日常任务自此就算告一段落 而看着印度的种种奇葩故事 你是不是也感叹这个民族的开挂属性呢 但比起印度的开挂 飞飞总觉得还是外星人更会开挂 那么在这里就为大家推荐一款 外星人开挂的手机游戏 玩家扮演一艘外星飞碟上的驾驶员 凭借技巧穿梭于城市楼屿之间 利用黑科技补过人类动物车辆 开始外星人的邪恶研究 同时需要玩家操作外星武器与地球军队进行紧张的集展 游戏三地效果逼真 画质优秀 有丰富的场景设置与任务提示 操作流畅 在手机里的应用市场搜索迷彩虎 下载后在游戏中 体会外星黑科技开挂般的新奇玩法 迷彩虎现已推出历史游戏等视频节目 请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安装迷彩虎 或关注迷彩虎微信公众号收看 还有每期配乐和网期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打赏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